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每天就得上班 这是晚上班 但是那时候的情景和那时候的枪声 以及那个人身顶废的口号声 还有那个救护车的鸣叫声 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 6月4号早上 我就去找去了 我就到他上班来找 我们的群体是会存在的 一天不解决 我们的群体就会存在 我尽我自己的力量 我不要让它成功在历史之中 我们的群体是太巡献了 这就是我小弟弟曾经住的床 他的房子 完了 那时候他当年将近 他是7月2号生日 将近29岁 所以岁点也不小了 这还有本他的字典 没啥用 68岁的崔林心 是北京首缸的退休工人 这里是他30年前的旧居 他的弟弟崔林峰 生前就住在这间房 1989年的时候 崔林峰是北京西城区 一间服装厂做工人 学运期间 他被工作单位委派到派出所 治安联房队做事 每晚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巡邏 6月3号晚 两兄弟就坐在这间房聊天 谁知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崔林峰在天安门广场西边执勤 当时戒业部队强行清场 弹劾车驶入广场驱散学生 崔林峰从此音信全无 6月4号早晨 我就骑着自行车找去了 我就到他上班找 路过牧医地到李世路 李世路在牧医地东边 我一看 到处是破自行车 马路上已经有戒严的部队 抱着冲火江 地铁那玻璃打碎了 玻璃下边有一滩血 有一滩的脑子 这我看见了 而且那铁栏上一米多高 都是枪眼 那成片的自行车扔在这 可是死时一个秒 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 我认为的 我就这么想的 后来确实还一直没找到 你看这是我父亲母亲的房子 这个我父亲是94年过世的 91年得到半生不随 就在这床上 过世以后 就像我母亲一个人 我母亲是 你看 2016年8月12日有的病 15日就过世了 很突然 我一来到这房子 一看见我爸妈 跪着房子 我一看 我心里相当难受 弟弟失踪 父母屈屈而终 追寻真相的淡子 由崔林森一个人承担 这次是他第一次走出来 公开讲述弟弟的遭遇 哎呀 我想起这往事太多了 我们家的灾难太多了 如果要是我弟弟小弟要不出这个事 恐怕我爸不会死 你看我的那些兄弟姐妹对这事很淡定 哎 我说这人和人可能是不一样 我这人可能是比较心重 人有几个三十年 我对这个问题真补不到多大希望 可是在这心里老是很压抑 就是 我今天68了 马上就 我还能活多少年 三十年都过去 再过多少年 谁还敢说 这对我 你也往了这么拖下去 拖到什么时候为止 不敢说 六四事件发生已经三十年 年復一年 死难者 失踪者的家属想知道真相的愿望 一再落空 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核心重地 在八九学运之前 广场对于在北京的六四死难者家属来说 曾经是一个感到亲切的地方 当年至少在广场上 无论是外地的还是北京市民 什么都是在那 还是很自由地在那 那个时候广场到晚上 经常有很多市民在那放风筝 蹭凉 广场上很大 这是我的感受 至少当时还是一片祥和的那种感觉 当然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你要想进到广场 你要出示你的身份证 到晚上这个广场是封闭的 三十几年前 广场上的家庭照 由维杰保存到现在 这张应该是十一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 他当年应该是一岁 他是在天安门学会走路的广场上 1989年 当时36岁的尤维杰 是北京印验厂的技术员 丈夫杨明湖 在国家单位做贸易工作 他们的独生子只有五岁 即使平日只会埋手做科研 尤维杰当年都无可避免地 受到学生运动感染 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 那我那时候单位是搞科研 是搞技术工作的 那我也很忙 然后白天上班 还有孩子也很小 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 所以我就带着他去了 去了以后 然后那学生在募捐 然后我就把口袋的钱 我交给儿子 我说你去给他 他就去了 所以他问我妈妈 他们在干嘛 我说他们在爱国 我当时确实认为他们在爱国 如果不爱国的话 不爱自己的国家的话 又有谁可以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6月4日凌晨 广场的窗声 惊醒了尤维杰一家 丈夫杨明湖于是出街去了解 结果再没有回来 由韦杰等到清晨 邻居说 杨明湖在长安街南池寺附近中枪 送了去医院抢救 医生跟我说了一下 说打着膀胱 膀胱是给修复了 他说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 医生说让我不要跟他多说话 我只是问了他几句 他告诉我 说他是军队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 一边开枪一边往外冲 我特别不理解 然后因为我觉得 站在马路上的所有的人 都是你的同胞 谁下令开这个枪的人 谁就有责任 戒言部队竟然下令 只要不是军人受伤 是不给老百姓输血的 要彻查 就是在各大医院里头 凡是被打伤的人的 这些人 到底有多少人 要查这些人 当时认为这些人都是 在他们认为是暴徒 然后 但是医院呢 也采取了措施 就是反正我看到 我的丈夫的那个 那个床头那个标牌 就改成泌尿系统的问题 原来是说了枪伤 所以这些 我都不能理解 这个当年的政府 我觉得真的丧心病狂了 两日后 杨明湖双重不治 我觉得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一直就从来没见过 一个亲人离开我 现在我在回想 他那个时候 恐怕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只不过没告诉我 我也不可能当着他的面去哭 我就是偷偷地到厕所里 或者什么 我会流眼泪哭 真的挺伤心的 确实特别伤心 想念他 他心里挺难受的 如要活着也58了 59了 崔林森的弟弟崔林峰 在六四事件之后失踪 两年后 当局连他的户籍都取消了 他很无辜 我们没违法 没有犯罪 对不对 哪怕我全部是上天安门 我静坐去了 警察可以把你拘留你 对不对 我们没有啊 作为我弟弟来说 他什么都没有上班去了 你们家人要是让人给打死了 你跟我心情能一样吗 咱们都是有父母 有儿女 我老一辈的我父母 都因为这都死了 我有孩子 你国家领导人也好 你是多大的干部 官员也好 你有孩子 又死了又如何 你们是什么心情 依法治国 治国才能理政 把国家治理好了 在法治轨道上 形成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 公平公正公开 这也没有什么可隐瞒 为什么呢 因为三十年了 对于这个重大的事件 人的生命没有了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解决 王老师 我每天给你唱香 希望你能听见 希望你能看到 能够支持我在六四这个事情 以及在完成你 所没有完成的项目上面 的一切的工作 张仙玲的丈夫 王范地 一年半之前 因为心脏衰竭病逝 中年八十四岁 王范地 是内地著名枇杷演奏家 现在张仙玲 只能够堵默私人 从为家属来讲 我是非常悲痛的 毕竟我们在一起 生活了五十八年了 他就突然这样走了 我去看到他 也有一个眼睛都没闭上了 我知道他的心思 我就拉了手跟他说 我说你放心吧 我说那个六四的事情 我一个人能承担 家里的事情 我都能处理 你放心你走吧 你有些事情没做完 我也会替你继续完成的 我就把他眼睛就闭上了 三十年来 未了的心愿 就是要为在六四事件中 被杀的儿子王范讨回宫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 19岁的王范踩着单车 带着相机去见证历史 从此一去不返 原来王范的遗体 被人埋了在天安门西侧的 北京市第28中学门外 十日之后 校方通知父母去认识 对于王范的死因 死亡证写上是 枪伤意外死亡 到领取火化症的时候 就改成意外死亡 将先灵和丈夫 花尽力气去追寻王范被杀的经过 估计他照相的时候 头盔往后推了推 是在这个地方 他的左前额中弹 左后脑抽来的 就是他是瞄准打的了 肯定是 当时群众都冲上去救人 检验部队拿枪逼着群众说 你们要赶上来就打死你们 他当时受伤的身体 就不能够被救回来 军队就把他拉到马路边上去了 最后还是有一部分医学院的学生 跟着检验部队的后面 到了南长江南口 给他包扎了一下 他头部中弹 包扎了一下 以后他说流血过多 救不了 但是那时候的情景 和那时候的枪声 以及那个人身顶沸的口号声 还有那个救护车的鸣叫声 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 他走时候的样子 也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所有的难受都这样的感觉 好像那个事情发生在昨天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爆童 在六四事件之后 被当局长期监控 赵紫阳因为同情学生 在学运后期失势 最后更加闷然下台 爆童至今都认同 赵紫阳对学生运动的肯定 他说学生是爱国的 是爱党的 他们不是来反对我们的 学生是要改进我们的工作 因此 谁就在天阳门提出了这么多要求 那么学生这些要求怎么办呢 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 现在的领导人 不需要把自己跟邓小平捆在一起 把邓小平的错误 把邓小平的罪行当做自己的错误 自己的罪行抱住不放 不需要 相反 如果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超过了邓小平 超过了毛泽东 他如果自己要跟毛泽东 邓小平捆在一起 那只能跟毛泽东 邓小平一样 放在历史的一定的位置 先帮我发表一下生日感言 人生当相见 管他生与伤 今日或何日 祭祭又一堂 完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一天 一帮中共中央前干部 和亲属老朋友 为爆童庆祝86岁生日 希望爆童继续努力 把为了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前途 为了未来的民族化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爆童在学运期间被设职和被捕 到92年更加被开除党籍 他对有生之年 能不能够看到六四平凡 已经提得豪开 我看到也好 我不看到也好 但是我身心 这样一天总是会来到的 解决这个问题 本身是一个工程 是一个历史的工程 这个工程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六四事件难熟 主要是父母或者配偶 自发组成天安门母亲 争取平反六四 当局在维稳的大前提之下 对他们严密监控 连拜祭亲人都没有自由 已经成为常态 天安门母亲大部分人年事已高 至今有五十多人 未见平反已经离世 张仙灵当年和另一名难熟丁子林 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 尤慧杰就在早期加入 张仙灵认为天安门子女 未是时机接办 尤慧杰他六十多岁 那我到七十多岁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活跃的第一线 那么他还有十年的时间 对吧 他之后还有些四十多岁 也还有 另外还有一些群体之外的年轻人 也在为我们做事情 我们这个国家 你也知道 只要他们站在第一线的话 他们的饭碗就要被砸了 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作为我们 作为母亲来讲 怎么忍心让孩子们的饭碗被砸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尽量地保护他们 不让他们出面 真正一旦 比如说有的人是家里父母都没有了 他也会出面前面的 66岁的尤慧杰 五年前接任天安门母亲发言人 他的儿子35岁 已经成家立室 但是尤慧杰 从头到尾 都不想儿子牵涉抗争的事 我们每一个家庭存在这个生存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会继续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不是做妻子的在继续做吗 渐寻渐进 那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的就是死去的父亲母亲们 这些儿女们也可能去站出来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对我们这个群体 应该是信任 我们的群体是会存在的 一天不解决 我们的群体就会存在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直 天安门母亲向国家领导人发表公开信 他们要求当局为六四事件 证明为爱国民主运动 并且将六月四日定为国商日 重新真相责任赔偿三大诉求 平凡未有希望 死难者的家属唯有继续守望 社会上土豪很多 国家的形象在很多地方也是土豪 他对于解决不解决你的六四问题 他不关心 包括有些在六四甚至受过迫害的人 他现在发了财 他可能也不想提这个事 你多行不易比自弊 你再强大 你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 不合乎人性原则的事情 你照样样自己把自己消灭掉的 这句话我很相信的 在中国这个960平方米公里的土地上 是中国政府刻意塑了一个墙 把这个问题挡在外面 然后他只是在歌颂他自己的丰功伟绩 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需要寻求的是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我尽我自己的力量 我不要让他成功在历史之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